在中医理论中 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自然界的四季消长变化 和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相互关联对应 心对应下 也就是说在夏季新阳最为旺盛 所以这个时节我们要重点养护好心脏 那么立下时节我们究竟要如何养心 什么叫做子武教 哪些食物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脏呢 说到心脏这么重要 到了立下 那咱们怎么办啊 怎么养这心呢 其实围绕一个字 静 安静的静 既然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 往往就会造成心情好与不好 思虑多与少 这些波动 我们说都对心脏的健康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安静 这个静 实际可以是一个养生的一种态度 和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式 最主要从我们中医讲的心 有一个很好的休息过程 我们这个夏三月开始了 那夏天整个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都要养护我们的心脏 那夏三月怎么养心脏呢 皇帝内经是这样说的 夏三月 此为藩秀 天地弃交 万物华时 夜卧早起 无燕于日 只智悟动 使华英成秀 使气得谢 若所爱在外 此下气之应 养肠之道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 天地气交 中医认为天人相应 天上的阳热 下来地气的蒸腾之气上升 夜卧早起 就是睡觉 要保持很好的睡眠 无燕于日 这里说这个无燕于日 现在很多人 到了夏天 特别讨厌太阳 其实太阳 是自然界 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黄帝内经》说了 无燕于日 就是夏天适当地晒太阳 对人体也非常有好处 不要讨厌它 冬天是什么 必带日光 夏天无燕于日 所以很多人涂了很多防晒霜 一出门 弄一个汗伞 带涂防晒霜 哎呀 这太阳一点都不接受 其实不好 那我建议是什么 早晚事常上太阳 还是对身体有好处 这个使气得泻 就是人要不要压抑 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 成为邪气 好的东西成为正气 既然有邪气在身中产生 要发现出血 给邪语出路 所以说从这个诊断来说 告诉我们夏天的养生之道 最主要是养心 还有一个精神养生的内容 贯穿始终 要顺应自然 做好精神养生 这才是夏天 我们养心的最主要的方面 那这个精神养生 应该做到一个镜子 首先我们应该 在夏天 大脑的思维 精神活动 不要太过分 不能思虑过度 也不能经常想一些 不愉快的事 遇见生气的事 要及时地发泄和排泄出去 而不能留在体内 给邪留在体内 就会影响心的功能 这样就会出现 一些疾病的产生 那所以说 在立下的时候 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 多做一些 比较安静的一些爱好 而尽量 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还有一些熬夜 也不好 什么是安静的活动啊 琴棋书画 自己能够完成 不需要跟别人交流 但是呢 能够使自己的心静下来 心静自然良 这个静 就指着我们这个 中医讲的这个心静 精神养生的范畴 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 防暑降温 预防心脏病的发生 所以从这点来说 安静的 是指的是精神活动 要安静 平时生活中 我们也要做到安静啊 这就是第二点 生活要规律 其实也是一个 减少剧烈活动 生活变成有规律 很多人生活没规律 其实对心脏的休息 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尽量在夏天的时候 保持生活的规律 夏天白天时间长 工作时间长 那一定是什么 消耗体力就大 再加上夏天 很多人苦夏 吃饭挨凑合 造成营养补充就不足 那反之 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来了 那你想想 生活里面没规律 那人受得了吗 所以在这点 生活一定要规律 保证睡眠很重要 那还建议睡个午觉 很多老人 退休以后 生活可以自己安排了 所以建议睡子午觉 那子午觉是什么意思啊 中医认为 晚上十一点到一点 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这是一个子时 一个午时 那中医认为是什么 应该这个时间段 要保证睡眠 对人体特别有好处 所以应该这样理解 子时大睡 五时小气 子时大睡 就晚上了 你要深睡眠了 五时小气 稍微地休息一下 这样对于安度夏天 保护心脏 养生健康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们应该生活上 要有规律 那第三点 饮食上应该以清淡 因为夏天消耗大于补充 虽然说有些能量 我们也得补充 但是绝对不会是大鱼大肉的 那市长多吃一些什么呢 可以多吃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说有些鸭肉 鸡肉 鱼肉 适当吃点是可以的 因为你不能不吃 夏天消耗大 但是更多是 我们应该补充一些 五股杂粮 蔬菜 水果 而蔬菜水果 我们建议多吃一些 含水量高的 因为夏天出汗多 我们认为这个蔬菜 含水量高的 有什么呢 西红柿 冬瓜 还有黄瓜 这些都市长可以多吃 但尽量少吃一些 辛辣的食物 比如辣椒 牛羊肉 猪肉 尤其是肥的猪肉 这时候应该尽量少吃一些 所以说我们要营养均衡 最关键 当然这个祖国大地 东西南北 各地的差异是不一样 你比如南方 就阴雨连绵 你还要加一些去湿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的 玉米 山药 莲子 冬瓜 等等 要多湿 那北方 尤其到了东北 那这时候纳凉挺好 它早晚还是挺凉快的 避暑的地方 那可能没有那么炎热 所以市长呢 你就多吃一些 义气健脾的食物 莲子啊 扁豆啊 山药啊 市长的多吃一点肉 也没关系 因为它那儿炎热的程度不高 所以每个地区有一定的差异 今天药食同源 说什么呢 桂园 那桂园 其实很多人都吃过 鲜的 那种叫龙咬 又叫桂园 在中国要点上 这样说到 桂园 性温 味儿干 补益心脾 养血安神 用于气血不足 心计正充 健忘失眠 血须尾黄 大家看这个 我给解释一下 它是 有健脾养心 刚才咱们说了一个词 叫思虑过度 劳伤心脾 所以想的过多的人 是事会员 就有补益心脾的作用 养血安神 有的人是血须 心神不宁 用它 就效果比较好了 心计正中 什么意思 心慌啊 心计气短啊 吐吐吐吐来回跳啊 这时候用桂园 还有 健忘失眠 有人说 我老汪事 那平常吃点桂园 也可以补益心脾 起到了一个 辅助治疗失眠的作用 对于血须的人 口唇颜色发淡啊 面色不好啊 仓牌啊 都可以用桂园 但是有一点 桂园偏热 所以对于 容易上火的人 一次吃的不用太多 太多了会影响 身体的消化 会出现口腔溃疡 所以我们要适量地使用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选择性地去食疗 只要起到好的作用 没有起到副作用 才能达到一个 养生保健的目的 当然这桂园呢 可以用什么食疗的方法呢 用桂园枸杞炖鸡汤 枸杞 自补肝肾的 桂园 健脾养心的 所以五脏里边 四脏全补了 再加一个 这个肌有养胃养血的功能 所以这个食疗的方法 用于气血不足的 心脾两须的 效果非常好 感谢观看